后来看天快黑了 就开车回家了 刚一上主路就出事了 张某的落网 让小超一家悬着的心 虽说落了地 可悲愤的心情 却依旧很难平复 张某说 会尽量弥补 两名死者的家人 可这样的伤痛 又如何弥补呢 就是每回吃完社会一样 把饭菜都给我整好 都多忙 都我妈 都能把那饭 把那菜给我整热乎的 吃完饭走 都一直都如此 都我不出社 我会回来 我会出门 我都回来 他都饭得过多 我都干过 出门加点小味 慢点的 还是这个张某心 总说过 不往几点回来 他都等你 对 看不着了 他也看不着了 我爸身体本来都不好 现在有这种情况 门也不出门的 天天 回家 看着一堂子 一加入猪 猪也不愿意来 我跟家人 没什么开导 我爸 老大都七十多岁了 如今刚刚三十岁出头的小超 既要照顾年迈的父亲 又要供妹妹上学 以前有妈在的日子 苦点累点都觉得没啥 因为觉得有妈就有家 心里就踏实 如今全家的担子 都落在了他身上 小超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没死不了我妈 心里我都不得意 我妈养我人大 突然间他没了 我照顾他 给他养老的 都没养老 那时候就有对象吧 我一直都有 就原来是有打算 不轮到自个人 谁才不想 一轮到自己身上 都后悔 别等像我这样 后悔都完了 张某的一失足 不仅让他自己 面临法律的惩罚 和良心的谴责 也给两个家庭 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母亲听到我 我只能认识 我说妈你都好 以后有儿子 家里啥事 你也不用电子 我都能够办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